现在我们住宿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又解决这个温宝的问题 杰哥说这一边有那个特色菜啊就是 猪头肉 然后杰哥带我们去吃那个猪头肉 到了到了 这是前面那个老四大排档 真的 这个是老四大排档内部 到这里看一下 哇这个是厚厨啊 这么多菜啊 红烧的用就是红烧这个红烧这个红烧这个有明天菜的胡椒 跟他肉眼一样的也是能有明天菜的肉那一吃完也没 这个你不是又是做了肉吗 肉肉有了还有饱多有两万的 青椒啊这个是这个这个只有青椒大蒜老了 还有丸子你不是这只丸子吗 青蛙 这个这个丸子 现在上菜了 这个是什么菜 这都没见过的 大杂贵 对 这个是 冰海牛的名片 尝一下 这是鸟蛋 这个是鸟海鲜的这个特色菜 这是鸟蛋 这是肉丸子 这一道菜的味道确实不错 如果能加一点那个垃圾的话就完美了 现在开始上第二个菜了 这个就是 几个说的猪头肉啊 看起来非常好吃 几个好像非常喜欢是吧 还可以 还可以让你多吃点 听说这里的猪头肉还是蛮有的 你看 听说的 你给我去 你就尝一尝 这个是本地最有名的猪头肉啊 最有名的是肉油 怎么样 猪头肉怎么样 这个猪头肉 这个猪头肉果然味道不错啊 给我去 你看这里有一块很大的这个肉 这个鱼食吧 是眼睛吗 啊 眼睛吗 眼睛 眼睛啊 吃了不眼睛吗 对对是什么不是吗 吃了不眼睛 真的能吃吗 对对是什么不是吗 有什么不敢吃的 以前我小的猪头肉都把这个东西切出来的 啊 敢不敢吃 敢不敢吃 你吃了 哎呦我也不敢吃 现在和我姐 太不能吃啊 好不容易说下来了 现在又跑回来了 你让这个弄这么多好吃 现在和我姐要把这个鱼生的打包 这个菜都没怎么吃 又不然太浪费了 我感觉还挺好吃的 这个留着明天露城市 早餐我起来吃也行 今天我们是在飞上吧 然后步行回家 学话学话 现在这个喷在这里买芒果的他飞的也买的芒果 你听那个喷叭 他说什么 4块钱9斤 3块钱9斤 10块钱 10块钱9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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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很便宜啊 10块钱2斤 到底多少斤 10块9 2斤 10块9 5 3斤 0 5 7 十五年